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温世珍,自佩山,天津一兴不仁,清光绪四年1878,生于是幻间地主家庭,天津市北陈区有地名约温家房子,就是当年温世家族的地,该家族为天津历史上的著名家族。 1899年,温世珍在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,增留英深造。回国后,被派往北洋舰队建席,因操作升旗失误,从旗杆上掉下来摔成拐子。 后经其兄温世元介绍,充任北洋。 大臣李鸿章的幕僚,兼英文翻译,继任两江总督衙门洋务文案,江苏铁道总管等职。 在李鸿章以钗大臣身份,与八国联军议和,签订新丑条约时,温世珍因表现突出,而深得李鸿章的赏识。 1911年,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随缘之一,在南京临时政府,任南京卫戍司令部外交部长兼交通部长。 孙中山北上后,他投在江西都军李淳门下,任江西都军府外交顾问兼交社员。 李淳倒台后。 1921年,他钻进北洋政府任外交部专员,存奉派出席了华盛顿会议。 1924年,他到上海依附苏,晚,这,米,干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,任上海交社室,上海海关监督。 但因得罪了段祺瑞,1925年,段以温犯贪污罪,而下令通缉法办,幸有人事先告密,他才靠外国人的掩护,从上海码头乘船逃往欧洲,两年后在日本大森定居。 1927年北伐战争后,温世珍回国投奔。 日派投面人物张胡,经张胡介绍,温世珍与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,日本军政要人,柴山街四郎,前海喜九雄等相识。 1931年6月,在土肥原贤二的指挥下,李继春,白坚武,何亭流,温世珍等,在今发动了变异对暴乱。 战斗中,温世珍的手脚被保安队打伤,丢了枪支逃回日租界后,惊魂未定的他,竟一时昏厥过去。 经旧之后,日本军流民团用轮船,将其送到大连休养。 七七事变前。 七,土肥原又派温世珍到平津两地和纪东一带刺探军事请报,准备发动事变,他欣然受命。 他在平津一带以探亲访友做掩护,为日寇搜集了许多重要军事请报,多次得到了土肥原的称赞。 此时,他还加紧联系日本驻金总领事,及驻困军首脑人物,为日后积身天津傀儡政权,创造便利条件。 玩弄悬术出任为止,1937年7月29日天津沦陷,8月1日,在日军的主持和监视下,天津。 是地方治安,为时会正式宣告成立,高林卫任会长,为华北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后,作为汉奸新贵的高林卫,遂及任为天津市市长。 但上任不久,就被在北平担任过警察局长的潘玉贵取而代之。 潘在任期间,由于得罪了天津日本特务机关而被迫下台。 接替潘玉贵的就是被日本人培养多年的温世珍。 他是委天津市政府的第三任市长,已在任四年之久,而成为日委时期任期最长的市长。 天津沦县后,继张胡之后,温世珍也签回京城,每日到北宁铁路局长官社协助张胡,招待中日各界人士。 后在张胡的推荐下,温世珍充任京海关监督,兼河北省银行监事,齐七兄,开栏受品处经理王合法,任河北省银行经理。 这样一来,该银行时全禁在温世珍的掌控之中。 但他并不满足,又盯上了伟市长的宝座。 为了早日绝逐市长,他采取了一系列向日扣谢媚的行动,为天津海关公署恢复初期,海关税务司。 英国人没为了,依据国民党政府的执事,并不承认日委政府机构。 但随着华北各口岸相继沦陷,英国政府对日采取绥静政策,以中国的权益,换取英日同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,梅维亮的态度也有所松动。 温世珍就任海关监督不久,就胁迫梅维亮召集华北各口岸的税务司开会,并成立了一个以他为委员长的关税整理委员会,修改了关税条例,减免或降低了日本输出的七十余种物资的进口税。 为日后日货大量清销华北伦县区,打开了方便之门,为日货对我国的经济侵略立了头功,温世珍曾收到国民政府要人恐详细的一封密信,让他设法离开天津速到南京,并许以财政部某要职。 温世珍接信后如获至宝,立刻将该信呈给了天津驻屯军司令喜多成一。 他这一表忠心的行动,果然感动了日本主子,喜多成一对他大家未免。 当得知日本陆军大臣板元征四郎从满洲国调来华北,主持军政大计时,温世珍主动向板元提出四项建议, 一是建议日本关东军不移大量静观,仍应留住满洲国和内蒙古,以免分散兵力,防止苏联武装吸入。 二是日军应尽量启用国内的少壮派力量,最好以陆军大学支纳调查班,经过特殊训练的军官,来领导清华军队。 三是选用朝鲜和大连荆州一带,经过日邦培训精通日语的人才,充当日军翻译,在军事行动中,起到开谋作用。 四是在沦陷。 区仇组统治机构时,最好沿用中国老习惯,采用以鲁人治鲁,以御人治愈的办法,尽量使用当地的亲日分子。 这些建议深得板元的赞赏,并转给了华北方面军司令山山元,据说,温的各项建议,大多被日军采纳。 于是,1939年3月24日,温世珍水稻渠城地接任了委市长。 任期四年罪行雷雷温世珍上台后,死心塌地的依赴日寇,人事方面尽潜。 今日派找牙,推行强化治安运。 日本通过其特务机关,驻京军队及委政府,先后在京设立了华北劳工协会,华北曼蒙劳务联络会议等专门组织,以天津市区为据点,从附近的四乡八镇,河北的近海,青县,苍县,南西,东光等地,抓捕大批劳工。 在刺刀、链铐和绳索下,由铁路和海路送往北满、南满及日本、南洋。 1939年水灾后,在日寇的指使下,温世珍另位军警献特,雇用一批地痞流氓,开设大东公司,建树散难民河。 学学校学生座谈会,学生家长肯谈会,小国民持其游行,中日青少年团分裂行进,等活动,对青少年进行反动宣传和奴化教育。 为了推行奴化教育,威世珍则令伪教育局在全市范围内普及日语,开办日语学校,由日本人亲自授课,一般学校也都登设日语必修课,一律使用其指定教材,并生日为政府旗帜。 每玉神设计日或重大节日,还要组织学生、市民举办以中日亲善,共存共荣为中心内容,以灌输奴化教育为主题的演讲会,游艺会及取义,电影等活动。 规定凡是公署及各局处职员年龄,在35岁以下者,均需入班授课,每天学习50分钟,6个月结业,所有一切书籍,文具,概由官方供给,成绩优良者给予奖励,不及格者予以惩戒。 通过授讯的方式,向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灌输清日,反共的思想,利用一些奖励,留学等方法,引诱青少年效忠日本帝国,温世贞与日军本监中将等合影,正是由于温世贞功绩卓著,日寇才让他任职长达四年之久。 温离任时,特到北平北支柱屯军司令部,向钢村宁次述职辞行。 钢村宁次对其辅慰有加地说,回想既往情景,真是感慨无量。 不想温阁下现在也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,并再三嘱咐他,加以休养,有需要协助之事,竟向当地日本驻军,或直接怀之北平有关部门。 必当妥善处理。 有了温世贞空前决后的辉煌,此后,在日本人眼里市长这个位子,就再也没有了合适的人选,以致在后来两年多的时间里,竟换了四个市长。 人民审判处以即行抗战胜利后,温世贞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汉奸,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百般庇护。 1945年8月,军统局投资戴利飞来天津,打着城市汉奸的旗号,先是将温世贞、王和坊等拘押,在王和坊家中,后又移交。 天津地方法院第三监狱,与周迪平、徐树强等积压在一起,但对他们压而不盼。 这些汉奸已经嫌收买相关人员后,监狱当局为他们特辟了粉刷一新的专饰,躺的是席梦丝软床,盖的是绸缎被褥,抽的是美国香烟,喝的是陈年佳酿。 逢年过节时,叫来聚合城的厨师,给他们开小灶,闲来无事,终日以打麻将,打牌,下棋打发时光,家属也可以随时接见。 他们住在这里,无异于住在高级宾馆中。 三千人的群众大会,大会的群众和劣势家属,纷纷控诉恶霸温氏欲,依仗其叔父温氏珍的势力,为罪作胆,残害群众的罪行。 台上控诉的人说道伤心处声泪俱下,台下的人群情激愤,振臂高呼,枪臂大汉奸温氏珍,别再让他糟蹋人民的小米了。 在天津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,温世珍还鬼称,他担任市长的匪缺,不是出于自愿,是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,秉承日本外务。 大臣松岡阳又保健的。审判员问他,松岡阳又为什么要保健你呢?他竟说,日本人最怕贪污,因为他操行很好,连结自爱,才选中了他。 但他的罪行昭昭,岂容抵赖。 为此,天津市人民法院组织了专案组,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取证,很快就查清了他骂国殃民庆竹男叔的罪恶。 1951年6月30日,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处长监视人民法院院长王孝一,审判员刘林峰,做出严正判决。 查该逆自918前,即与日寇勾结进行卖国活动,后在日寇的语意下,立冲汉奸要职,效忠日寇,出卖祖国,罪行极大。 依照承治反革命条例第三条,第十七条之规定,应判处此刑立即执行。 温世贞被判处此刑。